你有多少本錢可以做任何時放假 做老闆何時放假就何時放假 其實就是何時都沒有放假 大家好,我是郭Sir 過去和大家分享過很多不同的 製作補習、製作補習社 和做老闆的經驗分享 今天又來分享 如果大家對於這些話題都有興趣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當日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 雖然講補習的影片不太多 但希望能幫到大家的手 之前有同業和郭Sir說 做老闆應該可以任何時放假 不然我做來做甚麼 當然這位同業應該是 在一間教育中心工作 然後儲到一定的資金 就去開一間教育中心自己做 第一件事當然 有了做老闆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 希望假期當我打工的時候 第二件事就是 待遇一定要好些 人工有多少 看看你自己找到多少 這我就不作評論 但喜歡放多少日假 你自己給自己 喜歡怎樣對自己好些 亦是自己給自己 但問題來了 是否真的喜歡何時放假 就何時放假 這件事我收到的時候 應該是晚上的 近來我做了很多一對一的諮詢 都做到很晚 希望盡量幫助不同的人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問他 誰說做老闆何時放假 就何時放假 其實就是 何時都沒有放假 和喜歡何時放假就放假 這是一個責任和後果面對的問題 因為當你放假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人公司 一個人管理教育中心 其實放假後 你就要自己處理一些問題 就算你有不同的拍檔 也好 其實你將工作 就會下放給你的拍檔 而你的拍檔 是承受了你的工作項 在這個情況下 你想想 你貿貿然隨便放假 當然每一個人都需要放假 每一個人都需要放鬆 但是貿貿然隨便放假 即是說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早上跟你拍檔說 今天不上班 但本身可能你要上課 你要處理一些事務 你將這些工作 就叫拍檔去做的時候 拍檔也都有一些工作去做 那就加重了別人的負擔 久而久之 其實矛盾就是這樣而產生 我一個人做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當然你一個人做 當然怎樣就怎樣都可以 但是也是 如果你有做功課班的朋友 那天同學要來 那怎麼辦 你不能夠 每次都叫一個 兼職同事 或者一些 三不認識的同事 然後就開了個門 叫同事 幫他看著 那些功課班的同學 就算了 長此下去是不行的 一天半天可能可以 但是一天半天就不叫做 隨時隨地 anytime 都可以自由放假 都是啦 作為一個經營者 其實都是一個工作 只不過在一個角色上面 是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記住 是否真的可以自由隨便放假 其實也未必是 大家要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 自由度是高的 因為最後的責任是要自己扶回 而在打工 就是幫人去工作 當然是有些既定的工作時間 既定的休息日 既定的規矩去參照 而你自己做的時候 你就是自己定立一些規矩給自己 你喜歡可以很寬鬆 喜歡很嚴謹 亦都可以很嚴謹 所以都說了 出來營運一個教育中心的時候 看似 每件事都很容易 當你看著人家營運 你覺得很容易 但當你真的下手營運的時候 可能相對又是另一回事 會難了 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和難題 可能和業主要交涉 和客戶要交涉 和學生要交涉 交涉不了 你不可以交給別人 因為你就是最後的一個人 所以要記住 作為一個老闆 經營者 你要是否在任何時放假 還是你去定義 任何時都在上班 面對不同的問題 要處理 其實都是一線之差 和看看你有多少本錢 可以做任何時放假的行為 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大家有甚麼想法 留言 想說 在下面留言區可以告訴郭Sir 看看你對經營 一個教育中心 作為一個老闆 或者一個營運者 有甚麼看法 希望下次分享 又可以再見到大家 今天到這裡 拜拜